那我也幫這個結論和小美來宣傳一下 不能說的秘密是7月31日將會在全部各大演員跟大家見面 是這個7月31日大家一定要進入這個日子 同時作為暑期兩結論的一部大作 結論會不會有壓力 因為暑期兩其實是各大大篇票房之爭的一個時間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暑期的時候其實蠻不錯的 因為學生都放假是吧 你們這也是學生都放假 對啊 我就放假就是輕輕鬆鬆的去戲院看電影 然後帶父母們去看 帶抱媽媽 學鋼琴的小朋友一定要看 因為在裡面 好嗎 鋼琴 的表現其實 對 裡面在鋼琴的表現其實是 不是我厲害是葉香倫這個角色在裡面很厲害 對 那你對票房會有一個自己的期望值嗎 比如說到多少千萬你就覺得挺滿意的 嗯 我當然希望就是 就好像越高越好 但是 我期望多少數字我 並沒有太大的概念 會不會因為票房萬一不好啊 第二步就沒有機會了 嗯 有可能啊 有可能 所以大家要支持結合嗎 或者讓我們再次看他的新電影 我們也要買票進電影院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好看的話就告訴朋友 對 剛才那個我們那個網友告訴我 有時候聽說有一場吻戲 怎麼兩個人都影完了呢 沒有啊 沒有 我不算什麼吻戲 那個 只是蜻蜓點水 結尾也對嗎 呃 其實沒有結尾 看似結尾 但是其實沒結尾 對 但是那個 不是 所謂的 你們想像中那個激情的 的吻戲 就是很簡單的 對 你說就是 就這樣 輕輕的這樣 碰一下大概幾秒鐘 啊 其實之前就初戀的時候 大家那種 很單純的愛情都是 就是牽牽小手都很緊張的 何況是接吻 對不對 所以結尾你的初戀第一次的結尾 是在十幾歲 我是在大概 十四歲的時候 十四歲的時候 對啊就是那個 十四歲 算還 還可以啦 就是 會早熟嗎 其實還好嘛 而且我父母親都 我覺得那父母親都很開放的 就是 談戀愛沒關係 本來就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 對 我們今天跟結尾還有小美一起 來分享了他們的 合作的第一次 不能說的秘密 我們希望通過這部電影 也能夠認識兩位 因為我們在鏡頭前看不到的另外的很多年 嗯 看到第一次我們來認識的第一年 希望這部電影也能夠讓我們這個電影市場 這個下期的電影市場活躍起來 對希望可以 嗯 謝謝希希 期待著兩位更多更優秀的作品 謝謝 謝謝 嗯